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據美國一家大學的研究員指出 就說大陸除了有專業的網絡評論員 又稱為五毛黨之外 原來還有一支由兩千萬人所組成的青年網軍 這班人全部都是志願人士 第二宗消息 今天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在微博上有些官方的宣傳品 鼓勵民眾舉報間諜 而且成功舉報的話 最多能獲得五十萬的獎金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美國的喬治城大行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 廢瑞安如何評論大陸網軍的情況 他說五毛黨這個詞彙已經過時 他可能在早期的時候更貼切一些 因為當時各級黨委都會嘗試 僱傭一些網絡評論員 並且組建一些小團隊 直接指導他們的工作 但最近幾年 隨著整套體系逐漸擴大 特別是在中國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 2015年聯合發佈了一份指導文件 故此,大陸不僅僅僅僅僅僅 sont quitt rpm 而且开始依頼大量的志願者 這些志願者,全都是無薪工作 就不用付錢給他們 嗯? 股毛黨 Time 例如每條貼文之外,會給他們更多的分成 這些志願者是沒錢的 但是,為何沒錢的事呢? 而且,這裡是權益的規模的 根據這位廢瑞安研究員所說 有兩千多萬人 沒錢都肯做 當然有他背後的原因 這位廢瑞安解釋 很多網絡文明志願者 都是大學生 因為教育部和團中央 聯合法部的指導文件 要求 包括在香港在內的 全國各地大學黨支部 要組建評論員的團隊 以便開展網絡文明志願者的工作 這班人大部分都是很年輕的 你可以查看大學黨支部發佈的志願者名單 他們平均只有19歲 這班人被要求 兼職在網上發佈一些富有攻擊性的鐵文 以淨化網絡空間 原來現在多了一批這樣的人 五毛黨的地位 變得是岌岌可危 因為有些免費用工來使用 還用什麼 特地請人回來發貼文才行 當然是用免費 所以又可以省一筆維穩費 這位廢瑞安繼續說 說他認為這班人的工作性質 其實是被自願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學校必須要招募到一定數量的志願者 因此 儘管這班人是被稱作志願者 但是 各大學的團委 都需要招募到足夠的人 按照他這個說法 即是說要跑數 為什麼那班人被自願 都仍然是肯參與 廢瑞安就繼續解釋 說因為參加這些活動 就會使得 這班學生的簡歷 看上去是更加光鮮 而大學的團委 都有一套評分系統 可以評估 這些志願者發表的貼文數字 並且是幫他們的表現打分 即是說利用制度 使得那班學生自動自覺成為所謂的志願者 原來是要打分的按照數量 那真是沒辦法 因為那些大學生讀完書畢業以後 都想找份好一點的工作 當然是不想被人打得很低分 或者評語很差 這些是被迫造的 好了這位廢瑞安就解釋這班志願者的日常工作是什麼 他說這班網軍需要點贊 轉發和評論微博 博客 或者論壇等網站的內容 有效引導網絡的輿論風向 至於中央網信辦僱用的網評員 還需要刪除一些不良的訊息 或者是主動抵抗 反駁網絡謠言 壓制不良訊息 傳播對大陸有利的內容 他還舉了一些例子 他認為 中國網軍近期 在海外更加密集地活動 這班人對H&M Unical等等的外國企業 以及對澳洲的戰略政策研究所 外國研究員的攻擊 只是開了第一槍 大陸正在更多的地方 和外國人展開輿論戰 以設施改善 涉及到中國的國際輿論 這就是廢瑞安的說法 實際上大家就看到 這班志願者他們所做的事 和所謂五毛黨的職能 大致上都是相同 所以五毛黨真的有機會逐漸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就是這班網絡志願軍 雖然大學年年都有人畢業 但是他每年都照樣會招收新的學生 所以 那個 網軍的數量大致上 其實都不會有很大的波幅 他每年都有新人 所以 這班人又可以做免費的志願軍 當然依賴這班人 比出錢請回來 反正都是做那些無謂的事 發帖文、轉發 評論 這班人可以幫忙省很多 每個大學生都幫忙做幾年的時候 數量都很耐用 而且這就是永續事業 反正大學年年都會有人讀 不會說沒有人讀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今天就是所謂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微博上 旁邊也有很多官方文宣貼了出來 當然香港也有份搞 今年 我們主要看大陸的情況是怎樣 廣東共青團的微博 今天貼了很多圖片出來 全部都是跟國安教育日相關 裏面就提到 說同學小心 間諜可能在你身邊 他裏面就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又看看到底 他所說的那些間諜是甚麼人 他就舉了說那些間諜可能會打感情牌 案例就是 2011年的時候 小哲去了台灣學習交流 遇到了台灣姑娘 許佳瑩 很快兩個人就相亂了 小哲回到大陸以後 許佳瑩對他的專業學習 總是表現出超乎尋常的興趣 相亂了三年之後 小哲才知道 女朋友是台灣軍情局的間諜 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情報 即是說這是驗諜 真是很奇怪 作為一個驗諜 他就應該是埋身 也不會埋一個大學生的身 大學生能夠 接觸到甚麼 牽涉到國家安全 的敏感資訊 一個大學生 那個驗諜會不會洩賣給他 如果要埋身的話 應該也是埋大官 或者是企業家的身 這些人 大學生 都有驗諜 埋身 有些匪夷所思 然後 另外一些例子就是 興趣的愛好方面 比如說 那些間諜就會自稱 他是軍事愛好者 舉了兩個案例 第一 就是說有些國外的情報人員 就會潛伏 冒充自己是軍事迷 通過發帖 來誘洗網友 刺探敏感的情報 在幾年之前 有一名軍事迷 看到有關 某國防工程的貼紙 就認為 裡面不太專業 自己作為參與者 有責任出來說說話 結果就造成了重大泄物 即是說那個人自己拿來壞 有些軍事迷 看到別人說話不專業 就出來 暫亂歌病 把真相告訴別人 有沒有人那麼蠢 這個人也應該拿去打螺螂 真是 有些這樣的人 案例二就是 軍事發燒有馬某某 就是因為個人的表現欲 虛榮心太強 被拉下水 在2000年 他在某軍事論壇上 貼了一篇 某軍艦大曝光的分析文章 迫切地等著網友評價 這個時候 自稱L先生的台灣軍情局間諜 發了一封郵件給他 吹捧馬某某 業餘鑽研軍事專業領域 有這麼深厚的功力 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虛榮心 一來二去 他就被這位L先生發展成為間諜 我在看完這些案例之後 好像聽故事一樣 聽 到底是不是真的 哈哈 有沒有這樣的人 大哥 最後又如何呢 有圖寫著發現間諜 怎麼辦 第一就是撥打國家安全機關的舉報電話 第二就是通過信件向國家安全機關舉報 發現間諜的最高獎勵 就是五十萬 因為在2017年的時候 北京市國安局制定了一個獎勵辦法 提出公民舉報間諜的行為 對偵破間諜案件起到重要作用 最多可獲獎勵五十萬 即是 又去鼓勵那些人互相舉報監督 其實這些招數 都已經不是新鮮 以往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操作 通過民間的互相監督 使民間 不能夠建立到一個互信 因為你又猜疑我 我又猜疑你 你又捉他 他又捉你 搞到沒完沒了 其實那些招式 萬變 不離其中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